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Sabrina你好 Linny你好大家好 今天现在要讨论的这个话题 就是关于在医疗保险上没有cover的 这个是长照 long term care 长照的费用 他的病人一得到长照的毛病 不可能三五个月就好 有的甚至拖了几年几年 说不定他就康复了 但是如果不妙的情况 他就走了 那这个负担 最好是把他转嫁到保险公司去 其实现在我们华人朋友 已经非常多的人重视到这个问题 也逐渐开始买了 可是他都是跟我们同辈的 还没有这方面的需要 可是他们的上一辈 很多得了这些一些病 他们都没有长照 所以如果孩子多的就轮流照顾 如果只有一个两个孩子的 实在变成家庭的很大一个负担 他们真是悔不当初 为什么没有买 因为如果你有medicare 也是只有负担三个月 以后就没有了 这到底要怎么办 每个月可能都要花一万多块钱的 是的 因为最近自从COVID之后 其实蛮多人会考虑到这个 人生真的无常的 特别人年龄会越来越大 身体毛病越来越大 最近我就是有一个例子 父母轮流得了中风 就是因为财务上的问题 两个姐妹搞得真的 因为照顾的已经太累了 一方面累 经济也是一个压力 他们不能拿medicare 所以只能照顾上面 只能两个分担 两姐妹分担 时间长了之后就有矛盾了 在生活上面很多这个例子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注重到 这一部分 不是老人家才能考虑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的人 去考虑这个事情 比如说政府 政府也考虑到这个 家庭也好 政府也好 都希望有一个考虑在里面 长期护你的 就是有两个 特别受欢迎的一个计划 好 请介绍给我们观众 第一个是两个夫妇的 一对夫妇的一个保障 两个人都共同有不同的顾 比如说两个 但是是一个保单还是两个保单 一个保单保两个人 两个都有不同的长障 比如说五十岁的 五千块长期护你一个月 两个人都各五千 一个月就一万 对不对 这个长期护你呢 是用终身的 没有unlimited 没有时间 用不上的时候 他有一个长期护你 没有浪费的 用不到的时候 用不到长照的时候 他有一个长期护你 理赔给家人 OK 他的保费不贵 两个人一份单的话 如果按照五十岁的夫妇来讲 他只需要七千五一年 保费是七千五百一年 你可以选择配二十年 或者选择配十年 或者single pay 如果说新规配的话 当然没问题了 如果是选择十年或二十年 他等到再付了第七年 开始需要用了的话 他还要不要付钱 他里面有一个条款 微妇批免 因为当某个人用上的时候 那个批免暂时不需要付 暂时不需要付 那他的benefit就要按照说 他付了多少钱 可以得到多少benefit 他的benefit就是 你买比如说是五千块 他给你的benefit是五千 这么好 不变 benefit不变 批免不变 你付十年就付十年 二十年就付二十年 这样的话 你有一个提前的预算 不像以前的long-term care的话 他的保费会跟着inflation增加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夫妇的program 是非常非常好的 如果你规划了人生老的时候 互相照顾的时候 那你起码有一个预算 对 不必砸锅卖铁 或者是把自己的房子去 等于是give up to the bank 然后你拿reverse mortgage来花 到最后觉得存了一辈子的钱 坏了一栋房子 为了自己的长期护理的expense 房子也没有了 对啊 那不值得 就是奋斗一生 对 就等于白奋斗了 对 那这个心情不是一点点的坏 而是double的坏 所以就是在工作 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 把一个peace 一部分的做为一个长期护理的规划 好过你出问题的时候 去就是被动 打锅卖铁 对 真的是 所以啊这个这个长照的事情呢 也经过我们的很多financial的expert来介绍给大家 现在真的是要take action的时候了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每一周每一周现在都在关心这个问题 如果要被动的买的话 买的又不好又不适合自己了 对 所以我们要主动去买 现在就是每一家公司有不同的non-term care的计划 我们就是我们可以按照你个人不同的情况需求 来量身打造 来找不同的program 是 夫妇的有夫妇 个人的有个人的 好的 谢谢 谢谢Sabrina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Sabrina 来给我们讲了一个passive income的方法 还有就是long-term care应该要怎么买 什么人需要 在我个人看来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自己年轻不知道 等到发生事情就来不及 所以提前做准备 把这个责任移给保险公司 谢谢你Sabrina 不用谢 好的 观众朋友我们继续观赏一段精彩的一个是Venture Capital 它的访谈